您最想关心的青年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RNG 语言文字不只是沟通工具 也能够因为文化的理解拉近距离 那么运用在职场上更可以是求职的利器 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语言相通 那么在同样领域的学习有何不同呢 目前是青岛大学英语专业 日语专业学习三年级 而在文化大学英语短期研修的王梅易同学呢 这个学习来到台湾 他今天将和我们分享两岸的校园生活 非常欢迎梅易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梅易哦 我要先说我之前就先跟梅易通个电话 然后呢那边传来的声音呢非常的小声 我觉得很抱歉 是不是在听演讲 或者是说在上课 或者说在小睡片刻都不是 后来隔了几秒之后 告诉我人在图书馆 其实在台湾的我们常常听到 在台湾的学生有机会 跟来自中国大陆学生交流 那么都觉得两岸的学生 都很努力认真用功念书 可是呢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更是认真啊 所以通常会窝在图书馆准备考试的居多 那梅易可不可以先谈谈在你所就读的学校 青岛大学哦 一般来说平常同学都会常跑图书馆吗 是这样大概一周会去一次左右 也没有很常跑 因为我们学校还蛮大的 然后去图书馆也不是很方便 对要走很远 然后就是大概一周会去一次这样 哇校园很大咯 是 那通常遇到这个考试的时候 就是基码的人会不会要抢位置 对都要提前占位置的 不然就没有位置做 可以先预定吗 还是说就是现场去排队呢 一般都是现场去占位 没有预定这样 那来到文化大学 您感觉呢 就是文化大学这边的图书馆 来这边念书的同学 你看起来怎么样 多吗 图书馆我觉得数量还蛮丰富的 对然后还有电子图书馆 就是我们以前学校没有的 是有一些影像跟影片的这种电子图书馆 对对对 那至于一些书有机会稍微看一下 跟学校的书籍可能有一些还是有 对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使用上借书有借过吗 有借过 对因为在我们来之后 会教我们怎么样使用图书馆 对借书这样教会我们怎么样用了 对 美妮那看那个文字的话 会不会要适应下来 还是你来台湾交换之前 对要有转变 因为有的字确实很难认 就不一样没有见过之前 就比如说质问的质 对然后这边写法还蛮复杂的 我以前都没有见过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 不过常常翻阅的话呢 我想机会应该蛮多的 就能够看得懂了 好 这次到文化大学的英语系来短期的研修 怎么会想要到台湾来呢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然后我想来这边体验一下新的学习环境 可能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那你来这边一段时间 那你觉得在校园这个学习环境 好我们就比较聚焦来看 就是说那上课的 比如说以课程来看 因为你已经大三了嘛 那在大陆有两年的时间 休息课程来在这边 可以选的课程很多吗 可以让你选择 自己专业的课选的话 还是选择性蛮大的 但是其他专业的话 它是有限制 要有先修课程 然后或者是学年课和学期课不一样 然后因为我是想要读新闻硕士 然后想来这边选一下新闻系的课程 但是很可惜的是就是 可能我是下个学期来 然后学年的课我不没法上 对有一些学年的课 我就没有办法选得上 有点可惜 但是我可以去旁听 哇你看真的很有心哦 所以有去旁听新闻系的相关的课程 有行销课还有新闻史 哇新闻史 在大陆那边有接触过新闻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吗 并没有 那这边的话一定觉得 不同的领域的学习应该也是蛮新鲜的 对对对蛮有新鲜感的 美艺那你有选一些 像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些同学 他也谈过说有修一些生活类的课程 你有去选这个比如像爬山啊 或是一些表演的活动 你有去上这种课程或去旁听吗 我有选体育课 就是游泳课 选游泳是因为很喜欢游泳还是 喜欢拥有而且女孩子嘛 像减肥的话游泳是很好的选择 好听众没有办法看到我们 其实美艺保持非常健康 身材非常的好 谢谢 对那这边游泳课让你更能够上体育课的时候 更开心了 嗯 那上体育课跟在青岛大学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觉得 嗯 也没有不一样 嗯 但是我们那边没有游泳课 哦没有游泳课 对没有游泳课 因为我们也没有游泳馆 哦因为没有游泳馆的关系 哦好好 所以体育的这个类型其实很多啦 对很多可以选择的 哎梅姨那我们来谈一谈说你的这个专业 英语专业跟日语专业 那你来台湾的话文化大学选了哪些的 你自己本身专业的一些课程呢 嗯英语的话有外国文学 嗯商用英语 嗯还有嗯绘画听力 嗯英语就是英语 然后日语的话我还在学初级日语 哦 哎那可以比较一下说 在青岛大学跟台湾这边上课 老师教学方式有没有一些异同呢 嗯在大陆那边的话 我感觉大部分课都是以课本为基础 然后老师在做其他的补充 但是这边的话 嗯就一样的课 不一样的老师的教学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老师会教给我们一些 他们觉得对我们很实用的东西 我们觉得嗯我觉得很好这一点 日语的话 我觉得这边日语的学习环境比较好 哦 嗯比如说像是哪方面的资源的学习 或者是老师 对老师 嗯因为我觉得台湾可能日本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个环境比较好 学日语就会比较轻松简单一点 而且我觉得日语课上的同学基础都很好 都比我棒 那在这个发音上你觉得什么不一样吗 英语发音还好 但是日语的话我觉得怎么说更地道一点 英语方面的训练的话 在青岛大学那边有哪些训练呢 哦就是有山巫英语绘画 还有就是我们会平常做一些听力练习这样 嗯对 哎梅姨那边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们很多人学这个语言啊 就是学好长段时间都学不好 那你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环境的部分 环境很重要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觉得学语言最快可以很快的掌握到这个精髓 像我们知道有遇到有一些朋友们 他可能学两三年 哎讲话就已经很朗朗上口了 有些可能读了好多年 可能觉得听起来有时候还蛮有点心疼疼啊心怕怕的 你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嗯 学语言的话环境很重要 就是可以结交一些 嗯说地道语言的 就比如说你可以交一些外国人的朋友 对 还有跟老师也交朋友 然后老师会交给你一些 真的是很有用的办法 学习方法 然后就像这边 我来到这边以后 就有很多台湾老师真的 对我们陆生真的蛮亲切蛮热情的 然后会跟我们聊天 然后会跟我们讲 要嗯就是这边的学习方法 让我们快速的融入到这边的学习环境中 还有就是多练习吧我感觉 对 多找机会跟对 就不然是同学之间或朋友之间 多找机会 conversation 对对对对对 还有跟老师 嗯因为我觉得环境很重要的是 在台湾或中国大陆 大家都是用国语华语在说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这海外的话 比如说英语系的国家 你就必须要用英语 所以在青岛大学那边 你们虽然是念英语 但平常大家会用英语来逼迫自己 讲话或者这东西的训练多吗 很少耶 但是我们有外教课 对然后但是在外教课上 我们就必须要用英文跟老师对话 对 嗯嗯嗯嗯嗯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是访问到文化大学英文系 三年级的研修生 他是来自中国大陆青岛大学的 英语专业还有日语专业学系的 王梅易同学 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来台湾 选修相关的课程呢 有哪些的经验跟感触 在下一段节目中呢 我们将继续请梅易来 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校园生活 还有在台湾这段时间呢 他到哪些地方去旅游 也品尝过哪些美食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可以有的 我们要认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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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在世界的那个尽头 请你跟我这样做 我 Turn on your radio 阳光RDI Worldwide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还是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州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李安安居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 目前是青岛大学英语专业 这语专业系三年级 而在文化大学英语系短期研修的 王梅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校园生活 那才美亦有提到说 未来也可能想要从事新闻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呢来到台湾 希望能有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学习 所以像这次短期的研修 在青岛大学这样的机会多吗 你怎么去掌握这样的机会来到台湾的 首先是因为我有个同伴同学 他上个学期有来文大做交流 对 他跟我讲很不错 然后我也想就是出来换一下学期环境 放松一下自己 然后就选择了来文大 好 需不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征选或什么的 还好 但是也是有要求的 有要求 对 然后会需要你的成绩 然后申请 然后学校来何准这样子 对对对 那来的时候家人呢 对于你想要来台湾试试看 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还蛮支持我的 然后觉得也是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好 那来到这边 刚才也分享一些校园的生活 过去你有到过台湾吗 没有 没有齁 好 来到这里刚才 因为一直听到你说文化大学的老师 对 你们就是蛮照顾的 对对 都指导你们 那来这边的话 有没有透过什么样的活动 让你们尽快的能够融入学校的生活 有开一些什么样的交流会吗 对 我们刚来学校的时候 有开陆生交流会 对 然后我们学校来的人还蛮多的 有三百多个人 就是从陆生到文大有三百多个人 对 然后就是每个学校会选出校代表 来参加交流会 这样的交流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对 对 大家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认识新的朋友 也许在中国大陆当年之前都不认识呢 那文化大学一些活动 除了交流会之外 有参加过 比如说听听演讲啦 会有一些属于年轻朋友 帮你们或社团的一些活动 你有去参加吗 有 之前学校一起组织去平西看天灯节 然后前几天我们一起去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舞展 舞展 跳舞的舞展 对 对 对 演出 所以你有机会去看一下 欣赏 蛮多的地方 那没读出课余之外 有跟同学去台北附近走走吗 去过淡水 对 鱼人码头 对 鱼人码头 然后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台中和台南 台中是到哪边呢 台中 我们去了国立美术馆 对 然后台南是去了新美博物馆 我比较喜欢去这种地方 有找到同好一块去吗 对 对 有 因为每个人玩法不一样的 是 是 但是我们就是 很巧的是就认识了三个朋友 就是我们一起 哦 也是同样跟你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 对 对 对 那像台中的国立美术馆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嗯 展品很多 然后在大陆我还没太有这样的机会去参观 嗯 那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呢 跟它的外形啊 它的设计的感觉 会不会让你印象也很深刻 对 让我耳目一新 我觉得 哇 简直太 怎么说 宏伟吧 对 就对台湾民众来说 这几年也有很多人把握这个 艺文欣赏的机会 那么在南台湾哦 感觉 就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宝藏 可以去挖掘 所以希望你在台湾有机会可以多去走走 那么除了多去走走 感受这个艺文的这个风气之外 应该也感受到人文的风情 嗯 举个例子来说 我假设 有没有搭过公车遇到一些景象 让你会观察一些人 我自己有时候去一个地方 我会比如说透过搭车啦 或是走路啦 购物啦 跟一些人接触 我不晓得美艺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 就是我们春假的时候 刚去台中 然后我们拖着行李箱 就是看地图嘛 在找那个酒店 就是有一个阿姨过来 然后看我们一看就是外地人 然后我们在找酒店 然后就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 然后对 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怎么走 对 我觉得真的很热情 感受到台湾各地的 一些风土民情 那来台湾之后 有没有吃过一些小吃 你那样觉得很特殊的 在以前在大陆没吃过 或印象很深刻的 在台北的话是宁夏夜市 对 然后吃过柯仔煎 柯仔煎 对 之前在大陆这个 没有吃过 因为我是北方人 北方没有这样的小吃 然后严肃鸡 去逢假夜市的时候 有吃大肠包小肠 对 然后还有就是猪血糕甜不辣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台湾的夜市小吃是非常有名的 那像去夜市 又是跟哪些同学一块去的呢 因为也要懂得这个 帮你们推荐一下 对对对 我去夜市一般都是跟舍友 因为我们在来之前 我们都有做好攻略 就知道哪个夜市 有什么小吃是很出名的 对 就按图所记这样子 对对对 那美艺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来台湾之后 你觉得台湾食物 像之前我有访问过陆生 他觉得我们台湾食物有点偏甜 对 那他觉得口味也不够重 油太少 那你自己的感觉呢 跟你们家乡的食物比较起来 因为我们家乡那边 食物是偏咸偏辣 对 然后这边就是偏甜 辣也不是很辣 可能就是在吃辣这方面 满足不了我 对 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 在学校上课 应该都是在学校餐厅用餐 你这学校的餐厅 你这个伙食你觉得怎么样啊 在大陆叫食堂是吗 对 大陆叫食堂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对 可能有照顾到我们的口味吧 对 我觉得我还蛮能适应的 那湾巴大学校外也有蛮多 这个学生喜欢吃的 这些餐馆有去试过吧 应该也会去尝鲜尝鲜一下 对对对 有试过 都还好 因为可能都是看到推荐才去的 我觉得口味都还蛮不错的 好 那这些都是轻松 来看台湾 体验台湾 不过回到这课堂上 你觉得在课堂上的压力 有没有很大 还是你自我要求 在学习上 课堂的氛围还蛮轻松的 我觉得 相对于大陆而言 这边的学习氛围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来这边以后 我觉得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 对因为我感觉老师对我们陆生的期望还蛮大的 美艺可以举个例子 课堂上你说感觉比较轻松 那个是怎么样的情况 互动情形 是跟老师还是跟同学之间 老师吧 老师会跟我们很亲切的交流 对 然后不像大陆就是要求很严格 对 这对课堂纪律要求不是很严 在这边 应该类似比如说 想发问的时候呢 还会考虑 可不可以举手发问问题吗 应该不至于 但是我觉得这边可能 就是学生的积极性也不是特别高 对 学生 台湾的学生会比较安静的看他的书 少发言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在大陆那边发言不算很多 但是我觉得来这边以后发言还蛮多的 算多了 那老师会不会点你 会 这种师生互动 我想是不是当初你在青岛大学没有料想到 来到文化大学会是这个样子 对 没有料想到 我这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来台湾也来学习一下 感受一下台湾的一些校园的生活跟学习 好 那么在这边你可以跨系来选修课程 因为梅艺有跟我们提到说 未来可能会朝这个新闻传播方面去学习 那这边有修了新闻相关系所的一些课程 是不是更确定了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 我觉得蛮有意思 然后让我耳目一新 然后我觉得我还挺想继续我的这个方向 太棒了 我觉得你勇于尝试 就像现在我们对着麦克风说话 你的声音能够透过这种电波传送出去 就是传播的一环 我们先预祝你理想或梦想能够实现 谢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梅艺来跟我们分享 台湾台湾读书的校园生活 还有学习一些情况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在清早大学英语专业 日语专业学习三年级就读 而目前正在文化大学 短期研修的王梅艺同学 非常谢谢梅艺接送访问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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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